还学得懂吗 努力学的话是能学懂的 不过感觉还是有点困难 那要不然 我们去喝杯咖啡吧 不懂的我可以教你 姜怀 这是 阿英 我高中的校友 姜怀 你现在是要回家吗 要不我们一起去喝杯咖啡吧 那天的事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我妈妈今天来了 我得先走了 姜怀 我走了 拜拜 明天见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可以替她 跟你喝一杯咖啡 好啊 你跟姜怀很熟是吗 阿姨今天走了吗 哦 是的 你刚和雪杰联系上了吗 我为什么要联系她呀 嗯 出道的日子决定了吗 嗯 还没有 应该是在 春天或者秋天之间吧 记得给我送千名CD演唱会的门票 以及所有家属能够体验的优惠 没问题 我最近发生了很多事 你听了可能会吓到 是因为雪姬吗 所以过得很累 嗯 嗯 其实反而倒相反 雪姬 对我很好 遇到她我很开心 房子也住得很舒服 嗯 喂 阿姨啊 有什么事吗 我在啊 什么 啊 你也在附近吗 不行 我现在有朋友 是你不认识的朋友 你过来不太方便 我们以后再谈吧 嗯 好 拜拜拜拜 嗯 早跟你说不要联系她了嘛 我没有啊 要不是因为你 她怎么会找我啊 姜怀 天哪 原来你也在这儿啊 连故事役也在 你刚才电话里 不是这么说的呀 你一个人吗 没有啊 和朋友啊 而且是你很要好的学长 你们现在很熟吗 她就经常问我要不要一起看电影啊 那你们先好好玩吧 我们先走了 拜拜 他们 以前有在一起过吗 这种事情 我也不太清楚了 不过两个人的关系好像很近 听说他们最近还有同居 同居 同居 姜怀不是说她从来没有找过男朋友吗 怎么就同居了 好像是因为 家里条件不好吧 就搬过去跟三个男生一起住了 哎呀 我本来答应过要帮助她了 结果她宁愿跟男生一起住 也不愿意过来跟我住 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哎呀 这种事不要放在心上了 兴许她搬过去是跟别的男生一起住 有另外喜欢的男生呢 你可千万不要跟她提示我告诉你的 不要我不开心了 走我们看电影 奇怪的号码 是诈骗电话吗 喂 喂 是姜怀吗 干嘛挂我电话啊 我是姜怀没错 可你是谁啊 我说今天要来的 可是你家里没人 啊 你是春山先生是吗 啊 是 你快点回来吧 行 我现在马上就回去 我可能要十五分钟之后才能到家 你能在门口先等我一下吗 好吧 快点啊 好 我现在马上回去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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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今天打了一天工 所以你打电话的时候刚刚结束 实在不好意思 对不起 好吧 算于原谅你了 走吧 你的房间在二楼 我平时出去的早回来的晚 这附近没有什么吃的 如果你想要吃饭的话 就自己去买点菜做吧 对了 雪姬说她把她的车钥匙 放到你的房间桌子上了 你要是出去的话就开 好 你干嘛 谁惹你了 失恋了 有一个人 我觉得他就是我人生中的煞行 不管我在哪儿 他也在哪儿 你朋友 不是 以前是吧 我在哪个学校 他也在哪个学校 我喜欢的男生 也喜欢他了 前几天他还跟我说他羡慕我 搞笑吗 就因为羡慕我 所以要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抢走吗 再说 我有什么好羡慕的 我又没有钱 家庭环境又不好 还没有谈过恋爱 可能是 他自己觉得比你优秀 但你 比较幸运吧 应该是吧 不对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是在变相贬低我吗 没有 幸运也是有原因的啊 对不对 你比较可爱 你这话说得真棒 我现在去多换几套衣服 让自己变得更可爱 学姐怎么了 喂 什么情况呀 我不是说让你把家好好打扫一下吗 怎么我这两天不回去更乱了 哎呀 哎呀不是了 哎呀 嗯 我就是找个东西了 你干吗开视频啊 噔噔噔噔 我知道你看不到 所以给你看看这边的美景呀 你也在故意气我吗 你知道我多想去外面玩啊 好了 下次带你一起去 气你 还有谁也气你啊 春山吗 你跟他相处的不开心吗 嗯 也不至于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要告诉春山吗 他说你一直不接他电话 再过两三天就回去吧 哎 为什么你们朋友都跟你一样 无所事事 整天待在家里 反正你尽可能快点回来吧 嗯 我知道了 拜拜 嗯 嗯